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礼拜四是整个台风相对距离台湾最近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怎么影响 透过接下来的路径图就要告诉大家 台风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强度稍微增强 七级风暴风半径也扩大 现在有300公里左右的半径 而目前它的中心就位在台湾的东南边 大约在45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未来走的速度不算太慢 每个小时13转10公里的速度 会朝着偏西北西再转西北的方向来前进 以这个路径来看的话 预估在明天的早上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就会碰到恒春半岛的陆地 接着逐渐笼罩整个南台湾 接下来 礼拜四的下半天 整个台风中心会来到台湾西南部的海面 这个时候将是整个台风中心距离台湾陆地最近的时候 等到礼拜五的时候 台风慢慢地进入中国大陆的福建 也就会逐渐地远离台湾 但是这条路径来看的话 跟昨天相比 虽然稍微地又往西调整一些 中心距离陆地可能又远一些些 对台湾当然是好事 风强雨大的区块 主要从海面上通过 但是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就是 整个移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跟陆地交互作用 或者台风本身的环流 造成整个路径又稍微地往台湾靠近 这是接下来的观察重点 但不管怎么样 它这条路径走上来 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就会落在 明天的下半天 尤其明天傍晚过后 到礼拜四的一整天 而影响最大的范围区域 台风是一个逆时针旋转 因此逆时针划过来可以看到 迎封面就是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 尤其是东南部到恒春半岛 接着等到礼拜四 台风移到台湾西半边的时候 迎封面变成是在南部地区 包括了台南 高雄 屏东也绝对要当心 接下来礼拜五的时候 外岛包括了澎湖 包括了在整个金门地区 也会进入台风的暴风圈 所以我们提到外岛的澎湖跟金门 这次也要严加戒备 各地的风雨状况 我们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可以看到台风阵中心可见 目前已经是来到了整个中路台风的上限 预估再增强一些变成强烈台风的下限 是有机会的 要持续的密切观察 虽然主要从海面上通过 但我们提到范围很大 结构很好 所以南台湾会进入暴风圈 绝对是不能轻忽的 明天来看的话 随着台风的暴风圈 开始逐渐碰到台湾的陆地的时候 整个迎封面 我们提到就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因此明天东半部到恒春半岛 风雨明显的增强 尤其明天下半天 明天傍晚过后 要提防强风豪雨的发生 在整个东南部到恒春半岛 不排除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另外包括了在桃园 台北 一直到宜兰这一带 还有在高平这一带 明天也开始会有些间歇性的雨势 另外包括了在北部地区 新竹以北到台北这一带 明天因为地形的关系 也可能开始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大约是在8到9级左右 而中部地区明天影响还不大 明天包括了新竹以南 一直到整个嘉义这一带 明天主要还是多云稻勤 而且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 温度很高 还是可能出现局部37度的高温 不过嘉义跟台南 到了明天的下半天 也开始会有些局部降雨 接下来等到礼拜四的时候 台风中心来到了台湾西南部的海面 相对距离最近的时候 这时候除了东半部地区 尤其东南部到恒春半岛 持续提防强风豪雨之外 逆时针旋转 这时候南部地区变成迎风面 所以包括了台南 高雄 屏东 在礼拜四这一天 风雨明显的增强加大 尤其在下半天之后 整个风雨的状况会来得比较明显 至于在北台湾来看 礼拜四这一天也会有一阵一阵 不较强的风势跟雨势发生 中部影响比较小 不过中部地区在礼拜四 也可能会有些局部的间歇性雨势 接下来礼拜五 台风逐渐进入中国大陆了 台湾本岛的风雨状况会缓和 但我们提到外岛包括了澎湖 还有包括了在金门这一带 礼拜五因为会进入台风的暴风圈 所以持续要提防强风豪雨的出现 周末假期台风更远了 但偏南风会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目前看这个周末 各地午后雷雨会来得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 接下来这张图卡 到底台风 对台湾来说 这次总雨量会带来多少 相当局做出预估 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东南部的山区 这里可能累计总雨量 礼拜二到礼拜五上看1000毫米 南部山区上看700毫米 短短几天这样的雨量是很惊人的 接下来风的部分 预测到的是明天晚上的最大阵风 特别留意的就是东南部到恒春半岛 可能最大阵风9到10期 新竹以北到台北这带最大阵风8到9级 这是明天风力的重点 所以最后台风整理的整个重点 这张图卡就告诉大家了 来看到明天主要是东半部 风雨明显增强 尤其在下半天傍晚过后 周四的时候除了东半部 包括了南部 也要提防强风好雨的发生 礼拜五就变成金门跟澎湖 一定要严加戒备 其他各地北台湾 主要是一阵一阵的风势跟雨势 明天的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我们提到在北部地区 包括了台北桃园这一带 开始明天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 而在整个风的部分会明显的增长加大 新竹跟苗栗云量偏多 基隆28到33度 台北28到31度 新北28到32度 桃园28到33度 新竹28到35度 中部地区明天云量偏多 特别留意的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 在温度部分会比较炎热偏高 台中28到38度 张化南投27到37度 云林26到36度 嘉乙27到36度 而到了南部地区 明天下半天 包括了台南嘉义逐渐有些降雨 白天开始 高雄屏东也开始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 台南29到34度 高雄29到33度 屏东27到33度 东半部明天风雨会逐渐增强 尤其在下半天 尤其在晚上之后 在整个花莲台东 沿防强风好雨 宜兰也会有一些一阵一阵的雨势 宜兰27到30度 花莲26到29度 而就在外岛地区来看 明天影响还不大 明天多云稻情 新门高温可以来到37度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料天起